中国大陆四川近期不断传出有异议人士被逮捕的消息 而事件都涉及到中国茉莉花集会 与此同时 中共当局在各地开展维稳宣传及所谓的红色教育 宣扬京中报道 究竟中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酒呢 请看报道 继3月25号和28号 四川作家阮云飞维权人士丁茅被中共正式逮捕后 29号 同是四川籍异议人士陈卫也正式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42岁的陈卫六四期间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六四事件结束后被关押一年 1993年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 出狱后坚持推进中国的民主改革 致力于维权工作 2月20号 第一次茉莉花集会散布当天 陈卫被刑拘 当局在大肆抓捕异议人士压制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的茉莉花革命的同时 还加强了所谓的红色宣传教育 据大陆媒体报道 近来重庆薄熙来的红色运动似乎越演越烈 3月4号3000名重庆市民在长城脚下唱红歌 28号又推出万人重温入党仪式 此外中国六省监狱系统干部还被组织上重庆取经 学习所谓的玉中红色教育 在上海一些异校对已被世人所抛弃的马克思主义大搞所谓的三进工作 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 而清华大学又兴起了京中报党之说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著名政论家胡平认为 中共对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收紧 与近一段的对异议人士的抓捕步调是一致的 他表示中共搞这种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红色教育 纯粹是自欺欺人 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对人的思想控制和驯化 一方面表明了他政权的盲横 另一方面彰显出内部的虚弱 其实从2004年11月发表的九平共产党引发海内外退党潮开始 中共就用同样的红色教育的方法来阻止和抑制这股退党浪潮 例如组织中央机关到地方的国家干部重温入党誓言 开展所谓的先进性教育 以及各个县的县长公安及政法委书记到北京集中培训等手段 但根本上无法遏制觉醒的民众 踊跃三岁 据大纪元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 从2004年开始至今 宣布退出共产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9300万人 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执行主任 中国问题专家李大勇呼吁 民众不要参与这类所谓的红色运动 他认为任何迎合中共对中共抱有幻想实际上都是在滋养邪恶 李大勇表示退党大潮比茉莉花更让中共害怕 他指出只有截止中共才能制止迫害 只有截止中共才会有社会安定和稳定 而三退则是最直接最快速最和平的截止中共的方式 新唐人记者李明周天宗泽报道